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小鱼儿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就是了解我们的频道首页 那这个呢是真正针对我们 一个新手小白 我们那个新手刚刚做一个youtuber的 如果说你是已经 是youtuber的里面的一个 做很久的博主那就直接绕过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新手朋友讲解的 这里就是带大家看一下我们频道首页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频道的名字 这里呢是你频道的一个 那么这里呢这个呢就是你频道的一个标识名 往后呢这里是你的一个粉丝数 这呢就是你发了个 多少个视频 很多朋友呢可能 刚做一段时间 那我自己做了多少个视频呢 我在哪里看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你发了32个视频 这个是小鱼儿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下面呢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那你这里可以点击 这后面有一个更多 那点一下可以看到 这是你视频的一个简介 频道的 这个是你频道的一个 首页的一个网址 那么这个你可以复制发送给你的朋友 在这里也能看到你的订阅者 你的视频 你的观看次数 包括你注册的一个时间 这里可以把你的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一个自定义频道 点击一下就会来到我们的频道的一个后台 这里就是一个管理视频 他也是会带我们来到这个后台 那上面呢这个我们的一个横幅可以看到 那这个横幅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制作 怎么样制作横幅呢 最开始 小鱼儿也给大家讲过 这里 封面图怎么制作 头像怎么制作 朋友们如果不知道 新手朋友不知道 可以去看一下小鱼儿这两期视频 那么做好一个封面图也是非常的关键 那这里你可以对你的封面图来进行一个修改 这里有个修改按钮 再往下的话 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频道的一个首页 这上面上的一个 视频给大家讲过 这就是我们 我们视频的一个 首页 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 那么 再往后这里有个播放列表 这个播放列表呢 你平时 会对你的视频来进行一个 归纳 比如说 就像小鱼儿这个呢 是一个视频剪辑 如果我讲剪辑方面的视频呢 我就会把它归纳到这个里面 那我如果说我是讲 油管 入门的话 我就会把这些视频呢 给它归纳到这个 列表里面 所以说 大家也可以去对你的一个 视频来进行一个归纳 比如说是有讲生活的 有讲工作的 生活工作 你可以把它归纳到不同的一个 播放列表 那么当有人去观看你视频的时候呢 他可以根据 他的一个需求呢 去找到他对应的一个视频 那这后面这个呢 是一个社区啊 我们 可以 平时基本上就是忽略不计 直接点这个 如果说你想 搜索你的频道的某一个视频 你可以点这里 比如说你在这里呢 可以搜索一个 在这里搜索一个 YouTuber 再搜索一下 OK可以看到这个带有YouTuber的一些视频 它就全部就 跑出来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首页 那这个首页的排序呢 一般我们最 我们最近 最近的一个视频 它会排到最前 可以看到这是两天前 这是12天前的 这是一个月前的 那你要想看到你全部的视频 就要点这个视频 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你全部的一个视频 那在视频的右上角 这里如果说你想要发布视频的话 你不用去后台也可以 直接点击这里有个 开始直播发帖 你要上传视频 直接点这里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有一个通知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谁订阅了你了 在这里呢都能看到 这个呢就是你的一个头像 那我们再回到左侧 这里是一个我的 你平时你看了一些什么视频 或者说你游览过什么视频 那么在这里面都能找到 还有这个呢就是你的订阅 那你订阅了哪个频道啊 关注了多少人 那么你只可以在这个订阅里面找到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Source 短视频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点开看一下 那点这个Source 短视频 它就会直接带你来到这个Source 短视频里面 再点这个呢就是回到首页点一下 那么这个首页呢 它是回到的是 YouTube 的一个首页哈 不是我们频道的一个首页 看一下 那么当你 来到这个YouTube 首页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返回去 这里非常重要 我们还是鼠标回到这个右上角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头像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查看你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点这个 它就会跳转回我们自己的一个频道 那这里点击我们的一个头像 还能看到一系列的一个功能 这里一个谷歌账号 切换账号 如果说你不止一个频道的话 你还有其他的频道 你直接这里点一个切换 点一个切换就OK 那这里有一个退出账号 你要退出当前账号 就点这个 这个呢YouTube 工作室 它是带你回到你的一个频道的后台 这个是购买内容和会员 这个如果说你没有 新手朋友 一般一开始是用不到的 那么这里YouTube 个人数据管理 这个你可以点进去看 这个是外观 这个是语言 大家可以看到小鱼这里的 所有的我设置的语言 就是一个中文 至于怎么样设置这个 中文呢 之前小鱼有讲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频道看一下 那这里一个受限模式 这里可以看一下 位置啊 你在哪个位置 你又填哪个位置 这里一个设置 有个帮助 下面这些基本上就用不到 OK今天小鱼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 看我们的频道 怎么样来 认识我们频道的这些 功能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那喜欢小鱼呢 记得订阅我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没想像 小鱼 没想像 轻松